接下来我们谈到两岸的危机 这里老师必须说 与其说是两岸的危机 不如说是美国跟中国这两国的角力 必须用台湾来作为拔河的绳子 就结论而言 老师还是用结论 我们先把题给破了 那就是台湾肯定会被中国收回去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而且美国一定不会救援台湾 最大的理由还是会在 台湾没有积极的自我防御中国 所以说美国他无法帮助台湾 这个感觉有没有在哪里听过 没有错 就像是美国撤出阿富汗 塔利班立切占领首都的时候 美国的宣言 难道台湾人就不会去抵抗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把他讲 事情把他讲得更详细一点 这个意思我们简单说 他的意思就是指 台湾的士兵 你没有血流成河 百姓你没有把城市砸毁 兼必轻也让中共无法接收 对不对 把你的店铺全拆了 房子全打坏了 把水电全部断了 要比之前香港的黑港世界还要惨 或者是1450你们没有把眼泪鼻涕 混着鼻血 还抱着自己父母孩子的遗体 哭泣的画面 出现在YouTube上面 那么美国是没有理由 牺牲自己的士兵 来为你守护你的民主 你的台湾价值 各位董事老师的意思吗 他要你牺牲到最后一刻 他们才会帮你 问题是你要牺牲吗 就算你是1450 你会抱着你孩子的尸体 然后去哭泣的 就请美国来帮助吗 你会把自己打得比心点肿吗 不会 如果有办法求生 你绝对不会去抵抗 这个是人性 好吗 这是人性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阿富汗的一个事件 美国最后有没有负责 有负责 负什么责 美国有给出赔偿金 辅慰金 不能叫赔偿金 叫辅慰金 或者是一个慰问金 给被美军轰炸的两台车 上面有10户人家 给他们家属一笔钱 因为他们的家属在墓碑前面 哭的是血泪模糊 控诉美国 说你为什么要炸死我们的家人呢 这个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很不好 所以说美国才给了他们一笔钱 至于多少也没有去讲 有没有真的给到 也不知道 说真的都不知道 而台湾没有用血泪模糊 去控诉中国的侵略 那么你美国怎么去出手呢 而台湾如果弄到大家都已经是怎么样 断臂残垣了 焦土焦焉 什么 已经是变焦土战争了 那么美国觉得他对他才有利益 那么他那个时候 有没有帮台湾重要吗 各位你是董老师意思吗 真的如同他所想要的 我们抵抗到最后一刻 他才来帮我们 那么已经到了最后一刻了 我们的家人都已经残破了 我们人家人也都已经阵亡了 请问一下你来不来帮我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你帮我了 我还是断臂残垣 难道美国有曾经帮哪一个国家 他们去打完战之后 他帮他们的当地的国家的百姓盖房子 去剑桥铺路盖学校吗 没有 他跟你说你加油 我给你们的什么之春 对不对 吹起你们的民主号角 然后断臂残垣 你们自己去修水电瓦斯 你来跟我买 我便宜卖你 然后加个价便宜卖你 对不对 原来是1000块 我现在卖你999块 有没有很便宜 对不对 这个都是这样子的 他们从来不负责重建 他们只负责破坏 那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破坏到极限了 然后他们才会来帮我们 这是有意义的事情吗 这个实在是 令人觉得啼笑皆非的事情 而我们伟大的蔡英文总统公开宣称 美军已经驻扎在我国 这就跟这就怎么样 直接去碰触了什么中国的底线 就像方唐靖一样 我讲了 我又没说清楚 我又讲了 我只说是邪训 怎么样 打我呀笨蛋 战争是什么 很多朋友 可能我们这边很多的一个朋友 不见得你当过兵 老师只能去提醒一下 我们台湾35岁以上的男性朋友 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大部分应该都已经在新兵训练中心里面 都有做过生化战的体验 对不对 生化训练 就是怎么样 训练你带防毒面具 对不对 就带着防毒面具 我们在生化训练的时候 你要直接进入了 有浓厚催泪瓦斯的房间 然后边踏步边唱军歌 对不对 那个没有问题 因为带着防毒面具 然后唱到这里开始喘气的时候 怎么样 把防毒面具开始拆下来 然后不能憋气 你要继续的大声唱军歌 怎么样 让你把所有的肺部的氧气全部耗完 然后再把防毒面具怎么样 再让你说带上去 你口中已经吸满了 这些催泪瓦斯的 你已经是眼泪鼻涕 已经是分不清楚 到底是眼泪还是鼻涕的 那个时候才让你把防毒面具带回去 而我们在训练带防毒面具的时候 都会去计算时间 你大概需要在16秒里面带完 很多人带不完 为16秒很短的时间 要把他带好 所以带绑好都需要时间 但是你只要在那个防毒 什么催泪瓦斯的生化实验室里面 要你带防毒面具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在5秒之内 就把他带好 而且绑好 绝对可以吸到空气 为什么 因为求生存 这个是很必要的一个事情 各位不知道 这些男性朋友 你有没有想起来这个痛苦的回忆 那么你也肯定知道 这样的体验的回忆 跟战争他的边缘都差不到 为什么战争没有这么仁慈 这个顶多只能上示威抗议里面 你可能被一些驱离的时候 你可能被丢职着 催泪瓦斯 你可能只有这样的痛苦 但是真正战争的时候 不是这样子搞的 而两岸之间 现在局势 是远比去年的金涛骇浪更加的危险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 因为去年他还有美国大选 所以在中美之间的时候 还有可能好转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可以压宝 看看开奖的人到底是谁 而这个人开奖之后 他们胜选之后的态度 是回归了理性 是不是还可以坐下来 继续的沟通一下 可以继续的交流一下 我们谈谈关税的问题 我们谈谈一些台湾的问题 我们谈谈一些我们的高科技的问题 是不是选完之后 大家已经结束了慷慨其养那段时间 我们要坐下来好好谈 当然很多人也会说 12345 中共只老虎 中共是小闹闹 你绝对不敢打 也没有必要打台湾 打下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就连俄罗斯的沙皇普丁 都已经说过 中国没有必要打台湾 你用经济就可以碾压对方了 各位老师也只能说 全世界的任何战争 从来没有必要打 各位知道吗 没有必要打的战争 因为就像我们第一段所讲到的 全世界土地这么大 资源这么多 为什么需要打仗呢 这个世界的资源 足够让全人类都衣食无缺 为什么需要打仗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所有的物资 包含金银财宝 柴米油盐 所有的东西 都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的 海里面捞出来的 没有一样东西 是我们可以无中生有的 就连核能 你都是地里面挖出来的矿石 你才能够产生核能 稀土跟半导体 你更不用说 全是地里面挖出来的材料 所以战争从来没有要打的必要 他有什么 他只有需要 这场台海之战 必然还是会进行 但是美国跟中国现在要看的就是 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进行 对中国最有利 而美国也在想 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打 把台湾交易出去 对美国最有利 没有人去搞个问题是说 你中华民国 你台湾要不要打仗 除了没有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 他们只在看中国态度跟美国态度 谁会先动手来取得最佳的利益 选择权从来不在我们中华民国的身上 完全都在美国跟中国的身上 而为什么我们会落到毫无选择的地步呢 因为我们伟大睿智英明的执政党 放弃了可以成为美中平衡 美中平衡点的一个准心 而是我们一面的押宝在美国身上 就像我们的英明的蔡英文总统就谈到的 他对于美国会派来美军来协防台湾 用美国大兵的鲜血 去染红台湾的台湾海峡的海面 这是抱持着信心的 而台湾可以放心的在台湾岛上面开始唱歌跳舞 最多在献出东沙群岛上面的 500名士兵的鲜血来当祭品 一定可以召唤出美国大兵 甚至是日本大兵 以及澳洲的勇士 来为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跟台湾的价值 去献出这几个国家他们军人的生命 老是不知道各位相不相信 但是我们瑞智的总统他是相信的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 或许对于我们执政党而言 这一场台海之战 可能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需要 因为我们要换一个方法去想 执政党真的能够容许 哪一天如果又真的政党轮替 他这段时间的烂账 会不会被挖出来究责呢 写一个三倍券的一个振兴券的网站 要花几亿元台币 一个网站花几亿元台币 而今年的振兴券 又再花几亿元的预算 再去写一个网站 而且他还会当机 实名字的减虚系统 再花几亿元的预算 各位稍微懂一点 怎么样写网站的 怎么样写程序的 软体的朋友都知道 真的需要花到一个网站 花到几亿元吗 AZ跟莫德纳的采购成本 到底是多少 高端的采购 真的有 他有没有其他的内幕 执政党真的愿意 让这笔账 摊在对方的手上吗 摊在对手 无论是民众党 或者是国民党手上吗 当年陈水扁 为什么在你要去卸任之前 不断的去进口一大堆超级税纸机 为什么马英九卸任的时候不用 我们不是日本 万年都是一个执政党来执政 这些账总有一天要被查的 如果要想不被查 那么或许就两个选择 一个是宣布独立 他直接连任 对不对 没有问题 第二个是被迫统一 然后相关人士出逃 那也没事的 那还有第三条路可以选吗 他们有 但是我们身为百姓 我们没有得选 我们只能承受他们选择之后的结果 我们没有选择的障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有被选择的空间 而最近要推出来的四大公投 怕的是什么 怕的也是因为因此名气翻转 让政党可能会轮替的很顺利 那么 如果各位 你是总统 你是执政党的既得利益者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选 而回到一个重点 不只是我们怎么看 我们要看对方去怎么想 而现在的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 他也公开的去表示一件事情 他就表示什么 统一之后 台湾的和平安宁将收到充分的保障 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 私人财产 宗教信仰 我不会被清算 对不对 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 各位 这是什么样宣言 各位知道吗 这是劝祥的宣言 这就代表了 他们要动手了 现在让我们去知道 他们进来之后 他们会做什么 会怎么做 也就是过去像陈吉思涵 他去吸增花辣子魔的时候 工程之前 他就投书让百姓跟他们的一个官员去知道 你投降日子照过 你反抗 你的日子都不用过 因为你脑袋搬家了 而这些用词 将来也会成为占领之后的张榜安民的用词 我们也许很快可以看到 当然也有可能老是错了 我们未来一百年都看不到 这不一定 但是这个数字快慢 不是由我们去选 而是美国跟中国巧好之后 我们才知道 这个奖开出来 到底是几月几号 而当然会有朋友去说 协建平他不是说和平统一为基础吗 不会打了 对不对 没有问题的 而且中国都放出了战备量 跟战备油在用了 士兵都吃不饱了 还能打仗吗 没有错 习近平他讲了和平统一为基础 但是人家没有说拒绝武力统一 他有讲过这句话吗 美国说让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的事务 但是他没有说你台湾可以加入联合国 塔利班说女人可以去读书 但是没有说你可以摘下面罩 罢免韩国瑜是民主胜利 但是没有说你罢免其他人也是民主胜利 在这个世界上 标准是由强权制定的 而不是用公理去制定的 就像人类与万物 只能活在大自然制定的规矩里面 谁破坏了规矩 哪怕你是雷森索尔还是亚特兰提斯 你都得下海底去反省反省 有人会去问北齐熊 你现在气候暖化对你公不公平了 你有没有什么要反应的吗 没有 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认为 而是环境的使然 而针对解放军释出军油跟还有军粮的问题 基本上会讲这些事情 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朋友的逻辑 当过两年兵以上的朋友都知道 军粮是天天都在放出来的 因为军人吃的米都是成粮 都是放好几年前的战备米 海军用的油 很多也都是战备油 为什么 因为旧的不去新的进不来 包含国军的里面的猪肉罐头牛肉罐头 一般我们都不会去看他印在上面的出场时间 为什么 因为你去看了 你就会从里面闻到了青春的味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场的时间 可能我们才在中俄病最严重的时候 而时间在走 中华民国的存亡也在倒数计时之中 几乎全世界 老师敢讲 全世界所有的专家学者 包含了政治人物 都没有一个专家会认为 中华民国会一如既往的 跟过去30年一样 继续的去存在 应该这么说 对他们而言 中华民国早就已经亡国 他们也未必听过 中华民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他们只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台湾 但是台湾在哪里也不知道 台湾跟泰国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也不知道 对他们来讲 只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台湾的存在 让中国很不开心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而台湾什么时候被中国说回去 大家其实也不感到意外 那也只是早晚的问题 几乎没有任何专家在台面上敢去说 台湾能撑得过2026年 而老师比较狭隘一点 眼光如豆 对不对 我们看不了太远 老师觉得能不能有2024年的大选 恐怕也都还在未定之天 而很多人坚称是不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做 央格鲁撒克逊的这个民族 他们是世界和平的守护者 那么老师过去问的问题 老师再问一次 你会因为狮子山共和国的正义 卖掉你所有的家产 去给当地的政府去买枪 然后自己过去拿两把手枪 去加入他们的一个部落里面的战争 而久死无悔吧 如果你不会 那么你就不要去想一件事情 别人会因为我们认为的正义 而去奋战 准备好除夕 还有我们的现金 还有我们的物资 才是因应我们世界变化最好的方式 好吗 好